一场离奇车祸 路人无辜丧命 锁定肇事车辆 却无法找到驾驶人 事发前三年都没有留下一个使用记录 全程搜索 一辆自行车竟然成为唯一线索 我们发现是一辆蓝颜色车身 带车灯 然后还有一个蓝颜色车铃当的一辆自行车 一个孩子突然出现 他在这场车祸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一位特殊的肇事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一起特殊的车祸 特殊在哪呢 您就听我给您列列 第一 这车祸发生的过程很特殊 明明就在闹市区 路上人来人往 可是却没有任何人看清楚了这个肇事车辆 第二 就是破案过程很特殊 明明找到了肇事车辆 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肇事者 第三点 那就更奇怪了 因为警方千辛万苦的锁定了肇事者 居然呢 他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开车的人 第四点 那就是整个案件到了最后 牵扯面之广 牵扯的人之多 简直是不可思议 包括驾车的司机 车主 偷车的人 甚至包括附近众树的居民 以及还卫所的工人 这么一起错综复杂的这个连环局次的车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把时间回到2016年12月19号这一天 从车祸发生开始说起 这里是江苏省泰仓市的上海西路 车祸呢就发生在这里 当时是晚上六点多 交警赶到的时候呢 现场已经来了一大群人 在这个路边靠近绿化带的地方呢 正躺着一个年轻男子 已经年事不醒 至于照须车辆 早就没了踪影 很快 120呢就把受伤的男子送到了医院 当时来的时候是一个处于一个身活迷状态 然后这个呼吸也不好 然后血压也激 包括双痛也散大的 尽管全力抢救 但是最终呢 男子还是因为伤势过重 离开了人世 去警方查证 男子呢叫陈杰 是发的时候三十岁 是家中的独子 更重要的是 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九个多月了 即将临盆 这种打击对于陈杰全家人来说 犹如世界末日 他本来一直天天跟我弟弟晚上去散步的 没自己顺畅的 但是你想 等于从出世到那天 等于到十多天 他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 基本上就我们强迫他吃点东西 然后他才吃点东西 因为是独生子 你想快六十岁的老人 老年嗓子 这种我就重大的 真的是 如果我就说 我舅舅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宝宝 他就走了 他就去陪他儿子 一场车祸 一对老人失去了儿子 一个妻子 失去了丈夫 更重要的是 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 他就失去了父亲 这个家庭就此破碎 再也不会完整了 陈家人迫切的想知道 到底是谁撞了陈杰 又是怎么撞上陈杰的 上海西路在泰仓来说 是一条比较反法的路段 只要不是深夜 车流人流基本不会间断 即使肇事车辆当场就逃逸了 过路的军众 也有可能看到事发时的情况 所以警方当场就进行了调查 交警判断 这辆车一定是开得很快 而且撞了陈杰之后 甚至都没有一秒钟的停留 这才导致大家看不清车身 这下就麻烦了 肇事车辆信息去哪找呢 唯一的希望就只剩下道路监控了 随后警方调取了事发附近 最近的一个天网的画面 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被双肩包的就是陈杰 这个时间点 陈杰呢 应该刚刚才下班 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也正是从公家车下车以后 沿着我们这个上海路 北侧的这个人行道吧 当时是准备回家 他的家呢 也是住在这个上海路 上海西路 是再往西一点 是也是在路的北侧 走着走着 陈杰明显是加快了步子 越过了前面的人 但是很可惜 摄像头的拍摄范围有限 陈杰呢 慢慢走出了画面 不过就在这段视频 画面的最后一秒 警察眼尖的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镜头拉近看看 注意到了吗 这双脚就是陈杰的 很明显 陈杰呢 突然离开了原行道 走出了绿化隔离带 朝飞机动车道走去了 再结合事发时 陈杰的位置 由此呢 交警就推断出了 整个试图的打制过程 他就从这个位置 这个出口呢 一个口子 他走得下去 走到了我们这个 上海路的飞机动车道 然后沿着上海路的 飞机动车道 继续由东往西 慢慢步行 他大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肇事车辆 从后面那个飞机动车道里面 超车变道超车 到这个位置 和当事人呢 发生了碰撞 当事人呢 直接被撞到了 我们发生了一棵树这个位置 最终呢 倒在上海路 这个人行道板这个上面 地面当时有一滩很大的雪季 过程是清楚了 可是交警呢 却发现有个问题 怎么都说不通 那就是陈杰本来是在 人行道上走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人行道 跨出绿花带 走上了这个 飞机动车道 要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么走的话 很有可能车辆就没法撞上他 悲剧就可以避免 而且按常理来说 陈杰佳呢 就在他行走这一侧 没道理会去横跨马路 既然如此 他就为什么会改变原有的行走路线呢 怎么想都想不通 没办法 交警呢 只好继续寻找其他的监控方面 但是遗憾的是 其他的监控的距离更远 都没有排到事发时的状况 怎么办呢 肇事车辆就真的要逍遥法外了 这对于陈杰来讲 未免太不公平 不过别担心 警方的办法多了呢 就算没有事发时的监控 但是还可以按照时间点来计算 到道路口的这个高清卡口监控当中 去寻找线索 从事故现场往西 没走多远 就是一个钉的路口 在这里的这个高清卡口监控当中 交警发现了一辆车牌为 护FY8652的银色小车 这辆车呢 正好是事发几分钟之后 经过这里的 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 但是与其他的车不同的是 这辆车的路前面 有点不寻常 比较可疑 因为这辆车呢 我们看了照片以后呢 这辆车的右侧反光镜位置 包括右边的大灯 还有前面挡风玻璃呢 这边都有损坏 恰巧 陈杰呢 就是在道路的右侧被撞的 这个车的痕迹 也非常具备肇事车的特征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交警呢 还是调取了上一个高清卡口抓牌的照片 这就可以看到这辆车辆开到上海西路之前的一个状况了 那么这个是事发前是上海路人民路远 我们发现这辆车的右侧的反光镜 包括右侧的大灯 包括它的玻璃 都是完好 没有损坏 也就是说这辆车肯定是行驶在上海西路的这段时间里头产生的损伤 再加上时间点完全稳格 你说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 所以呢交警锁定 这辆FY8652的银色小车有重大嫌疑 好了 车都找到了 抓住肇事者那就指日可待了 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案子之所以纠结复杂 就是因为这个肇事者实在是太难找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查证 这辆银色小车呀 它是一家租车公司用来出租的车 当然了大家会说租车呢也会留下身份信息呀 怎么就找不到呢 没错 正常情况是这样 可是这个车呀 它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 但是呢通过跟公司出的人沟通以后呢 他们通过后台查询 发现这辆车呢 这几天呢 事发前三年都没有留下一个使用记录 什么意思呢 我们解释一下 这家租车公司 它的这个租车形式并不是传统的那种 人到公司直接租车 他们搞的是共享汽车 也就类似于共享单车一样 他们在一些城市里呢 租用了几块场地 做好充电桩 然后就把那个电动汽车停在这些停车场 然后呢租户只需要使用他们的这个手机上的APP软件 就可以上网注册 网上付费 然后这些车呢就会自动解锁 租车人呢直接上车 把车开走了就行 当然了 这个软件的后台呢 会对车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比如使用的时长 车辆的防卫等等 可是偏偏警方联系这家公司进行查证的时候 这公司表示数据显示 这辆车这几天都是好好的停在那个停车场呢 根本就没有被人使用过 没人用过 这就怪了呀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真的是这样吗 警方要求公司把这辆车目前的GPS定位发过来 定位显示 这辆车仍然在开仓 交警决定亲自去找到这辆车 看个究竟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呢 首先是我们看到的是 它的右侧反光镜跟前面的一个大灯 跟我们之前调几个监控里面看到的 比较是吻合的 跟上都是一样的 并且交警呢 还在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有了重大发现 就是说它的玻璃 前方玻璃呢 有一些毛发 当时呢我们就怀疑说 这个毛发呢 可能是被害人的毛发 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DNA鉴定呢 做了一些比对 发现呢 这个车辆上 这个玻璃上 携带这个毛发呢 就是被害人的毛发 因此呢 我们也确定 这辆车和这个 当时呢 肯定是发生了碰撞的 至此可以完全确定 这辆车牌为 HU FY8652的银色小车 就是陈杰交通事故的肇事车 接下来嘛 问题就来了 当时拍这辆车的人是谁啊 没错 高清卡口的监控 能排到车 可是呢 当时是晚上 车里的这个司机长什么样 却拍不清楚 刚才我们也说了 租车公司查不到这辆车的租车信息 并且系统显示 这辆车一直都停在停车场 也就是说 他们也不知道这车 是被谁开走了 又是怎么解开锁 开走的 那在这种无解的情况下 这个可恶的招致者 他还能够现出原形吗 2016年12月19号晚上6点多 江苏泰仓的上海西路上 年轻的小伙子陈杰 正悠闲的在路边走着 可是突然 不知道什么原因 陈杰呢 就从人行道 走到了非机动车道 而与此同时 一辆银色的小车 飞驰而来 把陈杰撞倒了 当天 陈杰就因为伤势过重 死去了 丢下了一对年迈的父母 和一个即将临盆的妻子 悲剧过后 交警部门希望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当场逃逸的赵氏者 几经周折嘛 好不容易确定了赵氏车辆 可是这个案子 却与以往任何案件都不同 找到了赵氏车 却不等于就能找到赵氏司机 因为这是一辆共享汽车 直到陈杰出事 警察找上门 宗舍公司这才发现 这辆车牌为 护FY8652的小车 早就已经被人盗用了 你必须通过两三天以后 你看它的形势轨迹 包括后台的一些数据 你才能知道 它是不是一个非法卫车 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订单车 事后公司经过查证 才确定这部车 在2016年12月17号凌晨 就被人破坏了门锁 一路从上海开到了泰仓 这张监控照片上的这位司机 就是盗用这辆车的人 这关键点就来了 他是不是就是撞到陈杰的那个人呢 遗憾的是接下来的数据显示 这个盗用车子的人 把车开到泰仓之后 就把车停在了泰仓 农村商业银行门口的 这个租赁网点 下车走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 更重要的是 这人就这样 把一部已经解锁的车 丢在这了 因为盗用车的人 他把车开到了那边以后 就车门也没有锁 也没有关 所以这辆车始终是属于 可以打火的这么一个状态 车门也是开着的 也就是说 任何人只要一拉车门 就能够把车开走 这对于整个案子来说 可真不是个好消息 因为这样一来 到底是谁开的车 几乎就无法查证了 当然了有人就说了 难道没有监控吗 的确监控是有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监控能起到的作用 绝对有限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是共享汽车停放的停车场 时间是2016年12月19号的18点49分 也就是成节被撞到20多分钟之后 监控画面显示 有一辆银白色的小车 正在停入车位 而它的车牌正是 护FY8652 也就是撞到成节的那辆肇事车 按时间一算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肇事车撞倒 陈杰之后 肇事司机又把车给停回来了 那么此时驾驶这辆车的人 有极大的可能 就是肇事司机 很快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驾驶室下来的就是这个 穿着棕色夹克的男子 警方立马就锁定了他 接下来 他们在停车场逗留了一会儿 最后呢推着一辆蓝色自行车 离开了 没错 监控画面里出现了肇事的嫌疑人 可问题是除了看到这个司机 是个年轻男子 穿棕色夹克之外 根本就没办法看清楚 这人的长相 所以说监控并不是万能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 肇事者始终躲在一团迷雾背后 找不到他的真面目 怎么办呢 陈杰不能枉死啊 对于陈杰的家属那是要有交代的 可难题却显而易见 如何才能破局 突然警方发现了一个细节 你记得吗 之前那个高清卡口 可以清楚地看到 车上只有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十几分钟之后 来还车的 却是两个人呢 并且另外一个人看上去 身材还比较小 似乎像是个小时候 沿途的高清录像显示 副驾驶是一位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当时我们就猜测 驾驶室位置可能是他的父亲 或者是他哥哥 透车的时候 发现驾驶室位置的座位 非常非常的靠前 那么我们 判断下来 这个驾驶员肯定身高不高 那判断有可能是 副驾驶位置的哥哥 如果真像交警假设的那样 车子之前是一个人 后来却接上了一个小孩 再加上他们后来 还推了一部自行车 警方推测 他们很有可能就住在附近 那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 警方大胆的借用了一个工具 那就是那辆蓝色自行车 他们决定在事发地附近的 这几个社区 去寻找这样一个 骑蓝色自行车的人 这个决定按我们想 那可真得打个问号 都说人海茫茫 找个骑蓝色自行车的人 何其难呢 能行得通吗 可是这个事实上有些事 还真的就是只要敢想 就能做 第二天 交警就在一个路口的监控里头 有了重大的发现 你看 就是这个人 他骑着一辆蓝色自行车 我们发现是一辆蓝颜色车身 带车灯 然后还有一个蓝颜色车铃档的 一辆自行车 特别非常明显 特别非常明显 这就让人太兴奋了 这就让人太兴奋了 沿着监控 警方继续发现 他骑车进了附近的 泰富社区 社区里的居民众多 道路也比较小 监控有限 所以接下来 警察就只好一辆一辆的去找 找了足足两天 终于 警察在一个车棚里头 看到了这辆蓝色自行车 整个案子说到现在 这才算是有了那么一丁点眉目 警方仿佛已经看到 赵志伦就在眼前了 但是接下来 一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 因为这辆自行车的主人 是一个警方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人 在一间出租房内 找到了这辆蓝颜色自行车 和这一辆粉红色电动自行车 我们就进屋进行询问 里面有一个确实是微胖的妇女 我们问她外面这个车是谁的 妇女说电动自行车是我的 民警又问蓝颜色自行车是谁的 女士说是我家儿子的 警方所说的那名女士叫李颖 而她口中的儿子叫小雨 关键是李颖的儿子小雨 今年才11岁 是个上六年级的小学生 这就真叫人傻眼了 警察一听是失望至极 是啊 11岁的小孩 他怎么可能开车撞人 警方甚至觉得 这其中是不是又有别的什么隐情 比如小雨把自行车借给了别人 或者根本就是找错了自行车 不过来都来了 警察还是决定等小雨放学回来 直接问问她再走 可是接下来警察却看到了 让他们都觉得震惊无比的一幕 放学回到家的小雨 竟然就穿着那件棕色夹克 我们再来拉出之前的监护画面 对比一下 这身形 这大致的轮廓 驾车的男子跟小雨实在是太像了 可是一个11岁的孩子会开小车 还撞了人并且逃逸了 甚至事后还与朋友有说有笑 这有可能吗 这是一个孩子能干出来的事吗 警方在现场立即就开始对小雨 进行了一番询问 我们是拍到空玩局的 你好 什么事 我们有一个昨天有个事情 我们想找你们俩要回去核实一下情况 什么事 到了那边来说吧 到了我们交警队你就知道了 昨天穿了什么衣服 是 儿子你怎么了呀 让我看一下你的里面 对的 没错 就是里面这件 把外照脱一脱吧小伙子 外照脱一下拍一拍 你怎么了 你告诉妈妈 我也不知道 你肯定犯错误了 你实际求是 不要让你爸爸妈妈着急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要好好说 在晚上去哪了 玩车 玩 玩什么了 车 玩车 什么车 汽车 玩车 怎么玩呢 小雨表示 玩的就是开车 她承认事发当天晚上 她到这个租车点 取过车 这个小孩看到这辆宝马 制造这辆轿车以后 觉得很喜欢 他就上去了 也想试着 本身是出一车 试着想拉拉看 但是一拉就拉开了 这个车电动汽车钥匙 都是在车上 而且这个一键启动的 他又通过这个使用说明 他就把这个车就 发动起来了 之后 小雨就一路 把车开到了上马西路 不过对于撞人 小雨却不承认 她表示 自己呢好像只是 被树之类的东西 刮了一下而已 你知道今天 公安机关传过你来 什么事吧 就是自己开车的事情 是吧 你刚才说的事 跟我讲是哪里撞的 反光镜还哪里 是反光镜是吧 你说是还不是 是是吧 还有哪 玻璃啊 驾驶是这边大玻璃 还是前面的 这块大玻璃的边上 前面大玻璃是吧 车子有什么东西喷了 啊 那么你怎么感觉到喷了 这个掉 哪个掉了 啊 黄金 车子有没有震动 刮速度了 不自动 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小雨说 当时她想着后边还有车 别停车 耽误人家的事 再说了 开的车也不是自个儿的 所以她一秒也没有多停留 一溜烟的就开走了 之后呢 还到附近同学家里头 接上了同学君君 邀请她一起开车玩 再之后 她和君君就把车划了之后 拿上自行车 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这也正好印证了 之前监控里的所有画面 至此 交警部门确定 11岁的小雨 就是这起交通事故的招事者 可是整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你别忘了 小雨才11岁 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年满14周岁以下的这个公民 即使她有犯罪行为 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这对于陈杰一家来说 他们能接受吗 另一方面 11岁的小雨竟然会开车 如此危险的行为 是谁交他的 交他的人 是不是需要负责 另外一方面 租车公司竟然任由车辆被破坏 盗用 直到三天之后才发现 这也直接导致了小雨 能够轻易的就获得可以驾驶的车辆 这一点到底是技术上的落后 还是意识上的疏忽呢 还有一个谜题也没有解开 那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陈杰 他突然从人行道走到飞机动车道 此时大家并不知道 在陈杰这个行为的背后 他并不是主动的 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到底是谁逼迫他这么做 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一切答案吧 我们将在明天晚上的传奇故事 下集当中为您一一解释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几年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你通过屏幕上的留言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